不应善小而不为 不应二小而为之 就是从我们自己要求 然后从我们自己做起 然后从我们自己去影响周围的人 其实我觉得当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就是 把这个善的种子传播出去 然后让我们这个社会 能够更加的美 更加的善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因缘忌讳 就是遇到了 那你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就是因为疫情期间 我看到艺术创作者的一个艰辛 所以我很愿意去进一点点的 这个微博的力量 哪里有需要帮忙 凤玉姐就会出现在哪里 而且就是说 他不会不应善小而不为 对 不应善小而不为 不应二小而为之 就是从我们自己要求 然后从我们自己做起 然后从我们自己去影响周围的人 其实公益它是会有感染性的 然后你如果一旦做了 你会觉得它也会让我们上瘾的 对 就是说你帮助别人 然后看到别人受到你的帮助的那一个开心的感觉 然后或者是说他因为你的一点点的小帮助 而过得越来越好的话 其实你不但是心里会有成就感 你会感受到非常多的爱跟温暖 在这一切的进行当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